泰国的白龙王于2013年因病去世,娱乐圈的众多大佬都发文悼念,因为在白龙王生前,很多明星,富商都曾前去拜见过他,希望白龙王为其指点迷津,也因为白龙王的预言非常准,因此他的信众也越来越多。 那么白龙王为什么那么灵验?他有哪些预言成真了呢?让我们一起看看白龙王为什么这么灵验是真的吗? 泰国大师白龙王泄露天机怎么回事?泰国白龙王姓周,周亲南,广东潮州人,原来泰国的这位白龙王是一位殿器修理师,在泰国的这片土地上最早的时候也是靠着自己的授意赚钱的。 后来到了中老年,他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是白龙王转世,就开始在泰国给人排忧解难,除了带着泰国卫道的说法,其次白龙王就是初道先,也就是说他的后天感应是上天给的,他的初道也是理所当然的,大部分的初道先都是后天感知,又有一部分是师父带着修行的。 而像是白龙王转世这种,其实也不在少数,若要深究白龙王之所以名阳四海的原因,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位关键人物,黄创山。 黄创山,这位1950年出生的杰出人物,在年仅13岁之时便被送往香港求学,他的家庭背景颇为显赫,黄富在泰国与香港均拥有庞大的产业,并成功创立了自己的集团。 这样的家庭环境为黄创山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3年,黄创山在香港接手了香港金工足球队,他凭借出色的领导才能和独到的眼光,带领球队创造了十次连贯的辉煌战绩,成为了香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商业奇才。 而在此期间,黄创山也结识了众多热爱足球的香港娱乐圈明星,他们之间的友谊深厚,共同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与辉煌。 由于家族生意的需要,黄创山经常往返于泰国与香港之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结识了白龙王。 两人一见如故,黄创山成为了白龙王的虔诚信徒,而白龙王也成为了黄创山在事业上的得力军师。 每当黄创山在事业上遇到重大决策时,他都会事先请教白龙王。 而白龙王的建议往往能为他指明方向,使他的生意一帆风顺。 1983年,香港富商林百新在黄创山的引荐下,有幸结识了白龙王,并聘请他作为林家的风水师。 当林家在香港首次涉足地产投资时,他们特意邀请了白龙王提供宝贵建议。 从立新大厦开始,林家在地产领域的投资逐渐扩大,身家也随之暴涨。 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 永胜电影公司也在这场风暴中摇摇欲坠,一度濒临破产的边缘。 面对如此困境,向氏兄弟决定向白龙王求助。 他们与向华盛的妻子张玉山一同前往泰国,寻求白龙王的指点。 经过一番深入的交流,白龙王给予了他们宝贵的建议。 随后,向氏兄弟的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哥哥向华盛在古事中大展拳脚,赚得盆满钵满。 而弟弟向华强所投资的电影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票房口碑双丰收。 与此同时,著名电影导演王精也结识了白龙王,并在他的指点下,每开拍一部电影都会请教白龙王。 白龙王的智慧与洞察力让王精受益匪浅,他的电影作品也因此更加精彩分成。 有了像是兄弟这个成功的开端,越来越多的娱乐圈明星开始跟风寻求白龙王的指点。 他们纷纷前往泰国拜访白龙王,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解开事业上的困惑。 这也使得白龙王与香港娱乐圈结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不解之缘。 在香港娱乐圈中,性命运,拜大师,看风水一直是不成文的规则。 虽然背后的大师层出不穷,但白龙王的名字却始终屹立不倒。 他是否拥有通天的本事,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人们更愿意相信。 他的存在能够为娱乐圈带来好运和转机。 泰国白龙王在香港娱乐圈中的地位无人能及,他的信徒遍布整个娱乐圈。 许多大咖明星都曾得到过他的点拨,从而在事业上趋及弟兄,取得更好的成绩。 据传,白龙王生前还留下了十二个预言,每一个都与娱乐圈中的人息息相关。 一,帮助刘德华星运大开。 刘德华在刚出道之后的工作,其实并不是那么顺畅的。 所以,刘德华便来到泰国求见白龙王。 白龙王对他说,你不要担心,也不用心急,你的工作高峰还没到,未来十年你会有大运,这一辈子都会走演艺圈这条路。 还对他说,红了之后也要学会谦善,这样会让你的气运更旺。 所以现在的刘德华大红之后,也一向保持着十分谦善的情绪,深受粉丝们的喜爱。 二,改名吴剑道后,好评如潮。 林剑岳是香港华亚电影公司的老板,其实撮合的四大影帝刘德华、梁朝伟、曾志伟和黄秋生拍照吴剑道。 但其实这部电影原来的姓名叫做《无剑行者》,但在拍照过程中十分不顺畅,所以林剑岳便来讨教白龙王。 白龙王让他将姓名改为《无剑道》,果真改了之后,电影拍照得十分顺畅,最终票房也创下电影新高。 阿娇被白龙王劝丹妃,阿娇自从卷入,宴兆门,事情之中后,演艺工作达到了人生低谷。 后来求见白龙王得到点拨,王首次还被拒绝,第二次才得到他的相见。 他直说他工作很难有起色了,又过了九个月,赠他十二字真言,付出不是不行,但是要一个人, 之后幸运逐渐顺利。 四,张国荣结束难逃。 张国荣在跳楼自杀之前一个月,其实与白龙王见过一面,但他听到这个姓名之后,直接将他拒于门外。 所以,港媒便断定他早知张国荣结束难逃,才会不想见他一面。 五,杨寿成被点拨选拔属侯的新人。 杨寿成被称之为香港文鱼之王,他也求见过白龙王。 白龙王只是他在签约新人时要关照属侯人群,公然荣祖儿,谢霆锋,蔡卓妍等人都在文鱼圈中闯大红大紫。 六,任贤奇,逢武必发。 任贤奇和白龙王两人是十分有缘的,两人都是五月初五出世,经白龙王点拨迷津指他,逢武必发。 公然唱片及电影刻意选在五日推出都能有好成绩,并叮咛他。 多做功德,多说好话,孝顺父母。 七,预言谢霆锋事故。 谢霆锋很喜欢开跑车,在杨寿成的主张下他见了白龙王。 没想到龙王见他的榜首句话就说,当心车呀。 结果在第二天他听了叮咛没开车,但坐了出租车,在路上出了事故。 所以谢霆锋对他深信不疑。 八,曾志伟夜店遇袭见血光。 曾志伟当年遭遇过突击时分,他表明,在见白龙王的时分他现已证告我了。 说我有血光之灾,可能还无法避免,所以并没有给我什么主张。 没想到之后在夜店中就遭到了突击见血。 九,谭永林受赠佛像。 谭永林去求见白龙王时,白龙王说你最近会出事故,所以便赠送了他一座佛像,让他戴在身上。 果不然谭永林真的出事故了,还好有了佛像的保佑,只让他受了一点点小伤。 十,对何润东和陈一荣的点拨,白龙王要何润东当心脚伤意外。 蜀马的陈一荣则会幸运大旺,但还不忘告知他不要和妈妈顶嘴,全部要听妈妈的话。 十一,小虫欲真爱。 小虫因为遭到了情伤,去泰国散心,所以便去见了白龙王。 白龙王对他说你会在2007年时遇到自己的真爱。 没想到后来居然真的应验了。 十二,遇知南亚大海啸。 2005年南亚大海啸发生前,香港有位信徒去见他。 他说让他赶忙离开泰国,泰国会有大灾难,没想到刚离开,南亚大海啸就发生了。 古语中,天机不可泄露。 泄露天机的后果是什么? 一切早已命中注定,其实在我们大家的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也许都会说上这样一句话,天机不可泄露。 但是当我们大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吗?天机不可泄露。 这句话其实经常被道家人所说,相信我们大家在看上古代电视剧的时候,如果我们注意的话, 往往会看到一个穿着似先锋道骨一样的道家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运算来掌握一些平常人掌握不了的东西。 说简单一点,就是可以能够遇见未来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往往也只能他们自己知道。 如果有人问起他们的话,他们总会说上一句,天机不可泄露。 如果说,这些知道天机的人把天机给泄露出去的话,这些人往往就会遭到上天的谴责,简单的来说就是会折寿。 在古代的时候,天机不可泄露。 这句话原本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天安排好的,任何事物都有着它的发展规律。 我们一些人可以去推算它,但是对于它却不能够泄露,否则的话,就会有灾难降临到,到泄露的人的身上。 天机不可泄露这句话,在《红楼梦》里面中也有记载,在当时的《红楼梦》第十六回合中,这句话当时是一个人说给他的婶婶听的。 后来在有了这句话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天注定的,就算是你已经未卜先知了,但是还是没有能力去改变最后的结果。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天机不可泄露的意思是指,当时的道士已经提前预见了事情发展的结果,他们却不会说出来,因为这些事情说出来的话,他们会因为透露了天机而折授。 当然,我们大家在看一些电视连续剧的时候,往往也会在其中看到这样的话语,某个道士因为窥探了天机,而泄露了出去。 最后会受天谴而死了。 纵观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被后人知道的,已经逆天改命的两个人,一个就是诸葛亮,一个就是刘伯温。 刘伯温逆天改命后,成功为自己续了十二年的命。 诸葛亮在最后的时候失败了,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逆向思考一下,虽然他们已经成功地逆天改命了,但是他们的这种改命成功,会不会也是上天注定的呢? 不得不说,也许很多时候上天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我们有时候自以为已经跳出了一个圈子,其实我们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更大的圈子而已。 我们都知道,玛雅文明不同于世界各国的其他文明,它一直都是非常神秘的,尤其是玛雅人居然能推算出星球运转。 以至于玛雅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被世界各国科学家们认定为外星文明,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玛雅人就是外国人。 还记得2012年12月21日那天吗?那天是玛雅人第五大预言的时间,全世界的人类都非常的惊慌,生怕那一天过后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可最终什么都没发生,那玛雅人的第五个预言为什么没有实现呢?难道是玛雅人做出了错误的预言吗? 其实,因为这个预言的后半段还有一句话,叫做灭绝物种大复活。 玛雅文明所言的世界末日,可能是代表着地球上的生物大洗牌,而今多种灭绝生物的死而复生,也正好印证了玛雅文明的预言。 这经世的末日预言并非是错误。 玛雅文明作为地球上的最神秘的文明之一,一直以来都吸引着许多人的关注。 玛雅文明是一种极其古老而又神秘的羽灵文明,它最早诞生于公元前十世纪。 玛雅文明属于新世纪时代的文明,虽然所处的年代科技落后,但是玛雅文明却在天文学,以及数学等方面,为人类做出了绝对不俗的贡献。 其中,玛雅人的末日预言,可谓是轰动全球,震撼世界,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预言,主要原因是来自于玛雅文明中十分特殊的玛雅历法,根据他们自己的历法。 玛雅文明认为,世界将迎来五次毁灭与重生,他们将太阳照射分为季度性,将五千年分为一个太阳季度。 每个太阳季的结束代表了一个化时代的结束,也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第五个太阳季,其结束的时间就是2012年的12月12日,所以玛雅人预言的12月12日并不是地球的毁灭之日,它只是玛雅历法的最后的一年。 而当人们的目光都被2012年世界末日,这样的字眼所吸引的时候,很少人注意到玛雅预言之后的一句话,那就是,灭绝生物大复活, 现如今一些物种在灭绝了多年以后,重新地出现在地球之上,其实也意味着,地球文明或许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太阳季,从这一点来看,其实玛雅文明的预言似乎已经成真,而这又带来了其身一层的神秘性,关于生物的复活, 其实也就是曾经人们被认定的,已经灭绝了的生物,重新地出现在了人类的视野之中,相信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会嗤之以鼻。 毕竟在我们的观念里,让灭绝的生物能够再度地复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然而事情却出奇地发生了。 而且无独有偶,一些已经灭绝的动物,确实出现了复活的迹象,在这些生物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白猴羊鸡,白猴羊鸡是印度洋的海洋西部,最后存留下来的一种不会飞的小型射禽,在至少是十三,六万年前。 白猴羊鸡所在的小岛,曾经发生过一场巨大的海啸,滔天的巨浪瞬间就将整个的小岛吞没,不会飞的白猴羊鸡遭到了灭顶之灾,但是在2021年,奇迹却发生了,他们重生在被淹没过的阿尔达·布拉环礁地界之上,这一事件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要知道这种生物自身不会飞行,也不具有在海洋之中生存的能力,重生之地却是出现在了岛礁之中,着实让人倒吸,一口冷气,就像是有某种力量,将它们又重新地带回了地球之上,它们或许是有使命的,而它们又被赋予了新的生命,羊采帝金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龟子, 它常常生活在海拔993米左右的热带丛林之中,是一种极为少见的动物,不但进入了IUCN的红色名路,也进入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行列,羊采帝金龟大多数是分布在福建,江苏,湖南等地区, 由于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的捕捉,数量越来越少,而且是少得越来越快,1982年就已经宣布羊采帝金龟灭绝,也就是说在世界的范围之内,应该不会再看到任何一只羊采帝金龟,结果出人意料的是,羊采帝金龟 竟然在失踪之后几十年,离奇地复活了,2011年的9月27日,上饶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向记者透露,称他们发现了羊采帝金龟,经过林业生物防治检疫局的专家鉴定,发现情况确实属实, 对于羊采帝金龟的再次出现,专家也产生了相应的疑惑,要知道,羊采帝金龟往往出现在江西等地,在上饶市这样的地方出现,还属于是第一次,再说塔斯玛尼亚虎,虽然以虎命名,但是这种老虎外形上却像豺狼,不过,它的身上还拥有着一个特殊的武器, 那就是像袋鼠一样的袋子,因此也被人们称为袋狼,因为环境被破坏,再加上人类的大肆的捕杀,袋狼在1963年确认灭绝,奇怪的是,2021年,有很多的澳大利亚人找到警察,说他们在野外看到了袋狼,除了这些动物之外,还有很多的动物也相继出现了复活的情况, 比如沟齿鼠,阿帕伯斯利凯文厄,虎牙鼠,加拉帕哥斯象龟等等,这些生物的再度的出现,不就是应验了玛雅预言之中所说的,灭绝动物大复活吗? 早在上个世纪,人们就针对这种已经灭绝的生物,凭空出现的现象,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做拉撒路效应。 在圣经中,耶稣见到了已经死去的拉撒路,随后通过神迹将其从坟墓之中复活。 人们之所以用拉撒路的名字来命名这种现象,其实也表明了对这种效应的不理解,只能用神迹来实现。 其实这些年以来,因为拉撒路效应而复活的生物,已经有至少三百余种,这种现象也是变得越来越常见。 那么拉撒路效应与玛雅预言背后,究竟有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呢? 迄今为止,科学家们仍在深入探索拉撒路效应背后的真正原因。 然而,对于玛雅人来说,他们深信这是因为生物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轮回,从而使得过去的生物重新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中。 在他们看来,无论人类如何努力,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始终无法被轻易改变。 然而,当我们审视现实,物种灭绝的速度令人震惊,这无疑提醒我们,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力度仍有待加强,只有当我们更加重视环境保护,那些曾被认为已经灭绝的物种,才有可能再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无论是资源的过度开采,还是环境的破坏,人类的活动已经对数以百万计的物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人类自己或许正是物种灭绝的最大推手。 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必须为动物们保留一片净土,一片不受人类侵扰的世外桃源。 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那么即便人类的科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又有什么意义呢? 真正的进步不仅仅是科技的发展,更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与责任。 和推背图并称古代双旗书的五公经,近年来频繁登上了热搜。 这本在清朝、民国期间,几乎每家祠堂中都要供奉的奇书,到底描述了什么内容? 为何很多人说书中描述了未来人类的走向? 对2024年的种种预测又是否能够实现呢? 其实预言一直都被认为是一个神奇的存在,看似虚无缥缈,但是又暗藏玄机。 2020年至今灾难席卷全球,瘟疫、气象灾害、火灾、蝗灾等,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此时我们人类似乎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劫难。 这个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说了,其实对于21世纪初的大劫难,中国古时候的预言中都提到过,其中以五公经最为准确,它不但预言了灾难的到来,还预言了在灾难中人们的自救办法。 那么这本奇书究竟是不是如世人传言的那样神乎其神呢? 它真的预言准确了21世纪的这场人类大浩劫吗? 关于五公经的出处,坊间有很多个版本,相传五公经是唐朝奇书,与推背图有着同等的社会地位,是五代十国初期奇书转天图经演变而来。 书中讲述了天台山五公菩萨对末节的预言,也有人说是清朝雍正帝为了顺利当上皇帝,假借民间传说给自己创造的舆论条件。 民间也有传闻称,五公经本是清朝时期一世外得到高人,假借五位菩萨之口,对末节的预言。 当然不管五公经究竟是从何而来,又是出自谁知,可以肯定的是,都是对一个叫做末节的灾难所作出的预言。 而这本书对清朝时期国民的影响又比较大,所以在整个清朝时期,乃至是民国时期,民间的各个祠堂中基本上都供奉着一本。 直至今日,我们还能时不时地就看到各种五公经的旧本,被拿出来展示,鉴定或者拍卖。 这些五公经大多数都出自清朝,或者民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边倒的情况呢? 这事还得从康熙说起,康熙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他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长寿皇帝。 他在位期间,还出现了康乾盛世的鼎盛局面,不但经济高度发达,政治和文化也空前繁荣,各民族统一,社会安定,华夏大地一片祥和。 因此康熙也被称作是千古一帝,但是就是因为自己在位期间,功勋过于卓越,一直也没能找到下一任的接班人。 儿子倒是不少,但是各有致命缺点,都入不了康熙也他老人家的法眼。 唯有一个孙子看着还比较顺眼,但是年龄尚小,没有战功,不能服众,而且也不合组织。 所以立随为下一任接班人,成为了康熙的心病。 正当鬼卯年八月十五这一天,康熙他老爷子处理完奏折,转眼间已经夜深,一看时间已经子时了,便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这时,有一个和尚来到了康熙的梦中,康熙一看此人气度不凡,定是一位得到高僧。 梦中高僧告诉康熙他叫做瞿熙达,此次梦中相见是来解康熙心头之祸。 康熙想自己都这么大年纪了,也没什么困惑,高僧似乎是看出了康熙的意思,缓缓地对康熙说,关于继承大统之人,在下有几点捉捉见。 康熙一听恍然大悟,原来说的困惑是接班人的问题,瞬间提起了兴趣,赶忙对高僧说愿闻其详,于是二人在梦中边走边聊,相互论道。 后来,这位高僧还赠予康熙一本书,康熙翻开第一页的时候就恍然大悟,在心中默默地定下了这个继承人。 随后康熙和尚书,高僧看见康熙有了决定,于是就又对康熙说,圣主醒后一定要送十七件大衣上天台山。 听到这里康熙突然从梦中惊醒,一整晚都没有睡着,都在想着梦中的情景。 第二天,康熙命人制作了十七件大衣,送到天台山海宁寺。 当大臣们拿着这些大衣到了海宁寺后,发现海宁寺只有十五位高僧。 主持方丈听了大臣的来意之后,缓缓地将其带到了藏经阁,并对大臣说, 这里确实有一本《武功经》,是当年武功神僧在这里前心修道后留下的,大衣留在这里一见, 这本书与我主有缘,你就将其带回吧。 大臣一想,带过来十七件大衣,只送出去十六件,可如何是好。 方丈也看出了大臣的为难,缓缓地对大臣说,这一件大衣就留在这里吧, 假以时日,并会有缘人出现。 大臣很快完成使命,带着武功经,就回去给康熙复命去了。 康熙看到这本书甚是惊讶,这本书就是梦中那本他看了一页的书。 经过几天的翻阅之后,康熙彻底顿悟,于是将地位传给了儿子雍正, 自己带着一位大臣去天台山修行去了。 康熙临走前特意将这本经书留下, 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度过书中所说的大劫难。 虽然武功经中,技术的时间线路有些混乱, 但是细细地研读,其中的寓意好像真的是不简单。 武功经记录的是天台山武功菩萨, 对末节时期一场人类大灾难的预测。 意思大概是这样的, 2023年和2024年, 长江边上的一个地点会有成千上万的棺材出现, 很多的人因为流血而死亡, 各种各样的钱财细软, 都会变得像灰烬一样,不值钱。 到那个时候,万请耕地庄稼都已成熟, 却没有人收割, 高楼大厦都会化作是坟墓。 当年一片繁荣的景象, 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只有高高长起的薅草, 陪伴着一具一具的尸体。 《五公经》描述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是病, 预测2024年左右会突然流行一种病, 这种病扩展的速度非常快, 早上得病或许晚上就要死亡, 听起来非常恐怖。 单单从事情的起因和发展角度来看, 《五公经》预言的情况似乎与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情况相差无几。 虽然没有《五公经》中描述的那样惊悚, 但是也是非常可怕的。 虽然书中描述的灾难非常可怕, 但好在书中也为我们提供了自救的办法。 《五公经》中有明确的记载, 在灾难经历过第一次小高峰的时候, 圣人民王就会从东方来到人世间, 解救人类。 不论贫富, 只论善恶, 只有大善之人才能够被冥王解救。 只有时刻保持这一颗大善之心, 就不必对末节感到恐慌, 因为这些人最终都会被冥王所救。 单从这一点来看, 这次灾难更像是人类的一场优胜劣汰, 审核的标准就是道德情操, 这种说法多少有点佛家思想的味道。 不过说起来, 这里提到的圣人在很多预言家口中都说过, 比如之前我们讲过的真一, 狄克逊预言, 推背图预言等, 都不约而同说到了东方圣人, 这难道是巧合吗? 其实不管《五公经》中所说的是真是假, 《五公经》中关于2024年的部分描述 算是有些许的可信度的。 但是, 无论预言是真是假, 我们都要时刻保持平常的心态, 时刻保持警惕, 尊重各项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战胜灾害。 由于前几年疫情的原因, 一些关于灾难的预言开始盛传。 比如, 其中有这么一条跟现在非常相关的预言, 就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 这就是刘伯温就结碑。 很多人认为这里面的预言显示, 2024年的龙年将会有大事发生, 而且留下了一句非常恐怖的预言, 贫者一万留一千, 负者一万留二三。 那么, 2024年真的会发生大事吗? 这条预言到底说了什么? 它又是否可靠呢? 一直以来生活中都流传着一些预言, 尤其是在遭遇一些变故的时候, 这些预言就分外流行。 这些预言在古代又被称作称语, 刘伯温就结碑就是这么一则 近代流行的称语。 这则预言的来历非常离奇。 虽然它被称作刘伯温旧结碑, 但是它究竟是谁所写, 甚至于究竟是什么时代的预言, 都有着很大的争议。 不过相比流行了很久的推背图, 或者是江字牙万年歌等古代预言, 这则刘伯温旧结碑的内容显得相当简洁易懂, 而且内容也非常的惊悚。 咱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其中的几条内容, 贫者一万留一千, 富者一万留二三。 字面意思就非常清楚, 意思是贫穷的人一万个只能活一千个, 而富贵的人比贫穷的人更加恼火, 一万个人当中只能留两三个。 这几句很是惊悚, 却也非常符合普通老百姓的思维, 那就是为富不仁的人应该受到老天爷的报复, 但是却让现代人看得迷糊, 按理说就算是发生了灾难, 也应该是贫穷的人遭遇更大的危机, 怎么会富人反而一万个只剩下两三个, 穷人反而一万个能剩下一千个呢? 也许是这个灾难比较特殊。 下面咱们再来看其中的几句, 地上无有五谷种, 尽防四方起狼烟。 若问瘟疫何实现, 但看九十冬月间, 前面两句似乎是指人口因为灾难大量减少, 甚至还有狼烟产生的可能, 后面两句更是让大家想到了新冠, 因为按照农历冬月及农历十一月的说法, 似乎能够和之前的疫情给扣上。 而这两句还不算惊悚, 真正惊悚地在后面。 悲文再写了这些之后, 又说了一些要多多传抄这个预言, 才能够得到福报的各种说法来劝人传播。 接着又说了一句, 遭了此节不上算, 还有十仇在眼前。 接下来, 他又写了所谓的十节, 其中大概包括了动乱、 饥荒、 人口死亡, 甚至说会九仇尸体无人减。 其中, 他还特别指出来了一些时间限制条件, 六仇九冬十月间, 十仇难过兔虎沉舌年, 一系列的预言, 让人对未来的龙年充满担忧。 那么, 这个刘伯温就节背预言的内容到底可靠吗? 其实首先我们可以说说, 这个预言本身是否具有可靠的可能性。 如果从这则预言的出身和内容来说, 很大概率上, 这只是后人的附会, 可能并不是刘伯温本人所做。 因为关于这则预言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 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争论, 从这个预言诞生之后, 就一直都争论不休。 有的人说它是1999年发现的, 有的人说它是民国21年, 还有人说是民国12年。 之所以存在发现年代的争论, 就在于没有人能够搞清楚这个预言真正的来路。 那么它到底是不是刘伯温所写的呢? 当然也是存在很大争议的。 事实上, 只有搞清楚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才能够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刘伯温所留。 而这个预言的内容本身也有很多争议。 首先是关于内容版本的争议, 市面上流传的刘伯温就结杯有好几种。 其中, 有的是说石仇难过猪牛子鼠年, 有的则说石仇难过兔虎沉舌年。 那么, 这两者之间到底谁是对的呢? 并且这两句都一口气说了四年, 理论上四年之内总是会发生些什么大事的。 这样一来这个预言更像是一个广撒网的预言, 只要四年之内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它都可以说自己预言对了。 尤其是两个版本流行, 那就意味着八年内只要发生了什么事情, 它都可以算是预测准了的。 这也为这则预言的科学性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更为重要的漏洞在于, 该预言全文并没有指明是2024年, 仅仅只有一句是兔虎沉舌年。 可是这十二生肖, 每十二年都会轮转一次, 怎么能够说其中的那个龙年, 一定是今年这个龙年呢? 说是预测2024年有大灾难发生, 倒不如说是在经历了2020年、2021年之后, 人们在重重焦虑之下的穿凿附会。 如果说它确实是说2024年, 起码得要说明是仁臣年。 因为龙年十二年就循环一次, 这样的预测也太没有什么科学性了。 而该预言当中还有大量宣传所谓的因果报应, 以寻寻善诱的姿态鼓励人们行善积德。 其实这是古代的一些非常常见的方式, 那就是借用各种神秘事件来劝导人们行善。 这在古代那个科学并不发达的时代, 其实也算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 利用这些预言来劝导人们做好事, 虽然方法上面显得有些不讲武德, 但是如果真的能够起到劝导人行善, 也是好事。 这也正是古代人讲究举头三尺, 有神灵的一个原因。 而且以这种灾难作为背景的预言来劝善, 某种程度上更加地起作用。 因为纵观人类历史, 往往会隔那么一段时间就会遭遇一些灾难。 这些并没有明确标注年代的预言, 只要流传了下来, 那么他就总能找到适合他传播的时间。 就比如这个刘伯温就结碑, 即便是创作者不能预测, 也完全可以在几十年乃至于几百年前写好。 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长河当中, 人们一旦遇到瘟疫, 这些预言就会被恐惧的人们打开, 并且用各种办法穿凿附会使之相互符合, 从这些预言当中找一些心理安慰, 这样就会无形当中增加预言的权威性。 而人们在传播这则预言并且塑造其权威性时, 也会不自觉地把其中劝善的内容记住, 并且在生活中尽可能地行善积德, 以此来企图改变自己的命运。 虽然科学无法表明, 做善事能够缓解灾难的发生, 但是我们一传说得好,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饥饿之家必有余秧。 只要人人在面对灾难的时候, 都能够满怀希望, 并且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为整个社会应对艰难创造氛围, 那么这些灾难最终也会缓解乃至于结束。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虽然这个预言其实没有科学的预测, 但是却能某种程度上增加人们的警惕性和积极性。 我想这也是这些预言创作者的目的吧, 不管最终有没有灾难, 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好, 这才是现实中的人所追求的目的, 也是这些预言家写下各种预言的目的。 而这个刘伯温旧结碑虽然跟2024年关系不大, 但是它里面宣传的让人行善积德的事情, 其实还是可以借鉴的。 尤其是在工业文明发达的现在, 我们的很多行为其实与大自然背道而驰, 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反思一些东西, 如果我们与大自然本来的面貌相差太大, 如果我们与大自然给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改变太大, 会不会因此而带来一些麻烦呢? 这还是十分值得思考的。 至于说预言, 当中说的动乱、疾病, 或者是其他各种不可知的灾难, 实际上它说得非常的模糊, 即便是它是真的我们, 也无法从其中得到什么。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仔细地观察, 观察大自然的变化, 像预言所说的那样, 处处能够有行善积德之心, 以坚定、自主、积极向上的心态, 来面对可能到来的一切问题。 事实上灾难又何须预言预测? 人类发展这么多年以来, 哪个年代缺乏灾难呢? 算起来每一年都会有各种灾难, 至少从我们有限的经验来看, 最近几年大部分都是如此,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预言 以权威所蛊惑。 真正的路不能是靠权威去走的, 而是要我们结合实践经验, 在实践当中检验方法, 最终靠着自己走出正确的道路, 以此来回避各种可能的灾难和变故。 下一个2024年到2043年的离久运, 又成为南方火运, 那么到时候火属性的行业, 势必又会成为兴盛的行业, 包含互联网、高科技、光电、美业、文娱 和新基建等等这些行业, 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了, 目前新基建的行业几乎全部都是火属性的。 比如5G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特高压,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光伏太阳能, 还有工业互联网等等都是火属性的。 其次火也代表思想和精神世界, 在离九运当中会和更八运区别开来, 就是相对于物质财富生活, 人们会更加重视内心世界的享受和富足, 那么到时候中国的传统文化、 国学就一定会迎来复兴。 离挂的方位是南方, 推测南方有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度, 三亚、深圳、广州等地, 大家去想象, 然后南方的文化题材也会有比较好的传播。 最后离挂也代表中女, 也就是中年女性。 中女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站上历史的舞台, 各行各业将诞生越来越多的杰出的中年女性。 这些中年女性她们重视自我奋斗, 自我享受、自我修养、自我成就, 而不会依附于自己的丈夫依附于另一半。 可以说李九韵对广大中年女性来讲, 是一个终将迎来的火红时代, 人一生当中至关重要的, 也就是那么一二十年当大时代, 李九韵作为我们未来人生当中, 相当重要的一个时间段, 是肯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的。 如果大家能够在李九韵当中, 成龙玉风大放光彩的话, 也请记得到时候一定要及时回馈社会。 李九大韵开启, 2024年亦2043年, 李火韵的事业大成。 李维火, 火代表眼睛, 眼睛喜欢绚丽丰富的外观和颜色, 与眼睛和美丽相关的行业会得到很大的发展, 比如影视、医美、美妆、服装、眼、心、脑、血管科技等。 同样, 各类五行熟火的行业也会迎来新的机遇, 比如高薪科技、信息通讯、电子行业、 医药、新能源、石油开采、天然气、化学、太阳能等。 凡与离火有关行业都是此后二三十年的当运事业, 有心人可以开始从现在未雨绸缪了。 离为中女, 中年妇女将会崛起, 会以前所未有之资站上历史的舞台, 各行各业也将涌现越来越多杰出的中年女性。 成熟稳重, 有包容心, 有礼节的成熟女性形象会被社会所重视, 女性在社会家庭稳定中发挥的作用也将会越来越明显。 九孕期间, 女性地位也会进一步得到体现, 重男轻女的观念逐渐过去, 生育观念随着改变, 过去男孩宝贵, 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女孩更好。 九孕, 离中虚, 中虚, 一方面是虚无无形, 一方面是精神空虚, 人们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会越发明显和细化, 文化将高度繁荣, 能充实内心和精神领域的事物会迎来机会, 包括虚拟技术, 元宇宙, 文化教育, 心灵咨询, 宗教信仰, 影视娱乐等等。 其实也是人们思想和身体紧密结合的一个环节, 不管是游戏行业还是培训行业, 身临其境的模拟世界也将会打开影视厅的新领域。 活主理是文明高度发展的象征, 所以礼貌, 礼节, 精神文明建设也会被大家所重视, 如何建设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 将是全世界研究的课题。 五行熄火的人会迎来自己的大运, 熟火的城市和行业也会迎来自己的旺季。 离为南方, 望运之地, 大到国家, 中到城市, 小到个人, 多加关注南方的机遇, 可能会是你命运的转折点。 火性沿上, 依附团结, 火焰要依附物体才能燃烧, 成就事业也要学会多借势而行。 新旧交替, 动荡加剧, 多事之秋, 会有一些人羡慕, 也会有一些人登台。 每一次运势的变动都会衍生出新的机遇, 大的变动产生大的机遇, 小的变动产生小的机遇, 能不能参透其中的信息, 能不能抓住机遇, 是每个人的造化。 天下大势, 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离火运为中女, 代表中年女性的大发展时代之谈, 还有一个说法是, 离是火, 先天八卦离卦在正东, 太阳为火, 太阳从东升起, 也就是代表阵宫, 阵卦, 长男, 代表精力旺盛, 正值壮年的这一群人, 男性开始有大发展的时代。 离为中女, 故思想比较活跃且热情有礼的中年女性, 当备受重视, 在经济, 文化等个领域, 会出现更多中年女性的掌舵人, 或者带头人, 女强人成为整个社会普遍接受的事实, 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 八字年柱, 日柱代柄, 丁, 武的人, 为幸运人物, 含名字代日, 火, 南, 中, 木, 离, 立, 立, 志, 马, 东, 阵, 雷, 武, 许, 藤, 明, 陈, 霞, 红, 泥, 红, 红, 景, 昌, 宁, 雨, 凤, 鸟, 乌, 花, 夏, 义, 心, 明, 亮, 二, 三, 七, 九等字的人。 另外, 家中二女儿, 三女儿, 排行老七, 老九的人最好运。 作家, 书法家, 文学家, 画家, 思想家, 心理学家, 宗教修行等工作者, 备受欢迎。 那么, 哪些城市天然具有离火大运的加持? 首先, 南方城市比北方城市更亲近离火大运。 其次, 河南, 云南, 湖南, 海南等带南的省份。 再次, 长江沿县, 重庆, 武汉, 南京这些火炉城市。 另外, 还有宁波, 厦门, 宁, 沙这类字, 也是火属性。 以及目望生火的城市, 比如苏州, 杭州, 带强大木属性, 天然生火, 故也进火。 单纯找到这些天然进火运的省份与城市还不行, 还需结合它们是否吸引了上述火属性产业落户, 以及是否具有强大的科研科教实力之称, 不然就是空壳子, 比如南昌。 西安就很聪明, 城市名不带火属性, 就再造一个长安城, 长为火, 安为土, 火土相生, 长安不夜城的无敌灯光秀, 就是一座城市的改运之举啊。 百亿投资, 举省之力, 大手笔啊, 这是在改一座城的命理和风水。 湖南, 本就是祝荣火神领地, 自古就具有火信仰, 长沙, 长五行为火, 在回顾其娱乐综艺影响力, 以及强大科教实力, 以后也具有爆发属性。 对于目前的社会人群, 会有大批量的人才涌入道门, 加入悬门。 内丹外炼江重新再次被挖掘, 长寿的问题基本会被攻克, 长生的问题立刻就会视人重视。 虽然文化前有断层, 但是在离侃交际之处, 依然可以在创内炼金丹的史诗文明, 长生久世不再时蒙。 届时, 依山傍水的道家动天福地会人满为患。 而对于目前的悬门中人来说, 会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道门大师, 以难民离火的不灭之光, 再配合人水之气的冲药, 在华夏神州会诞生出 整个人类的精神导师, 将文化火种变洒全球。 久运对什么人不利, 装修即日综合考虑护主命局, 严谨和对开工即日即时, 指导日常风水布局。 离久运, 乃是离中火, 则火望者, 事业多数阻碍会有坎坷之意, 日元禀火, 兵火相生之人, 如八字身旺。 在久运当中多有不利, 乃身边小人多, 或做事多, 有出师不利之征兆, 事业难为心中有逃避之感。 离久运之中, 如有用火之人, 则运气可得改善飞黄腾达之意, 如从事与传媒经济, 灯光照明, 广告影视等相关行业者, 五行之火, 乃是财运丰厚之意, 多为年长之人相助, 事业可得好运, 切莫轻言放弃。 离久火运又是朱雀, 为口舌, 为急躁, 所以难免也会有部分人会表现为激进的思想, 不够理智等等, 在礼貌的基础上, 可能也难免存在一番唇枪舌战。 离久运中如有心血管疾病, 心脏疾病者身体状况可得改善, 乃生活有好运之意, 多为急躁。 离久航之中用火望者最为得势, 乃审时夺势之人, 事业多有造诣天赋, 中年之人利于求财。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从某些佛教图像中, 可以看到脸部有出现三只眼的情况, 也就是在两眼之间的眉心处另开一眼。 事实上, 人类不可能有三只肉眼, 所谓的第三眼只是象征, 也就是在一对肉眼之外另有心眼, 心眼的意义有深有浅, 浅得指普通人的思想活动, 深的就要讲到五眼了。 所谓五眼, 是指从凡夫至佛位 对于事物现象中实本末的考察功能, 修行的层次越高, 心眼作用的范围越广, 如果能得天眼, 便能于物质世界中自在地观察, 而不受距离、体积、光度的限制。 接下来, 我就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天眼神通的故事。 大家知道, 世界上有少数人能看到鬼神, 有一些是先天的, 有一些则是后天修出来的, 比如修禅并炼气功等, 或其他的修行, 更多的则是鬼神附体导致的。 许多人就误认为他们通了天眼, 但冯居士认为, 这些人通的不是天眼, 而是阴阳眼。 那么, 阴阳眼和天眼有什么差异呢? 其实阴阳眼只是能看见鬼魂, 其他方面和普通的眼睛是一样的。 但天眼是完全不同的, 天眼能照见十方众生的前生后世, 头生何处等, 对一切众生, 包括地狱, 鬼魂的前后世是什么, 全部能够一一现见, 天眼究竟有没有这么神奇呢? 冯居士的字数将会告诉我们答案。 我常常会拿起原子笔, 在纸上画出我遇见的来客形貌, 只要我有时间, 我都会画的。 我若有时间, 总喜欢预先把从未见过面低访客都画下来, 一方面是要验证一下自己的预见是否准确, 另一方面也是爱画画的本能作怪驱使。 然后, 我把这些陌生人的速写像拿到门口去迎接即将在几分钟内到达的访客, 他们很少是自己打电话来的, 多数都有亲友带他们向我约时间, 我从未见过他们, 也没听过他们的声音, 他们也没见过我, 当他们一进门, 我就把速写像纸片一一当面送给他们, 他们都惊喜地叫了起来, 这是我的一项小游戏, 不能算什么神通, 但也不是平易想画的, 有些朋友认为我是想象着画出来的, 我叫他们实验, 结果他们没有一个画得准确的, 当朋友打电话来为林太太预约时间的时候, 他并没有告诉我林太太是何许人, 事实上, 他也不认识林太太, 他只是在佛寺遇到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拜托他向我时间, 因此他并不能给予我任何资料, 只知道林太太好像是香港来的, 那一天我已一连有三个约会, 于是我将林太太的约会时间放在下午二时, 摆在下午的第一个, 因为我提前看见了她的病况特殊, 而且非常严重, 她的心脏有特殊的人工心脉设置, 我同时也看见了与她同来的四个人的体内的病况, 这位林太太是一位很虔诚很慈善的佛教徒, 我必须帮助她, 下午, 林太太一行来道, 一进门, 我也把速写像送给他们, 其中有两个男孩, 一个女孩, 还有两位妇女, 我的速写全都画对了, 而且相当笑似, 把他们都吓得惊奇地叫了起来, 他们互相传观个人的速写像, 都说, 画得很像, 奇怪, 你怎么会看见我们的呢? 小游戏而已, 我笑道, 画得不好, 请原谅, 几句客套话说完之后, 我就问林太太的来意, 是否是要我为她看健康, 她说是的, 我就先从小男孩开始看, 我叫他们全部速静, 让我集中精神,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绝不能受到任何声音骚扰, 否则我观察的准确性会受影响, 我叫他们先别说病情, 我自己观察, 在静寂之中, 我合上眼睛, 心中念佛, 不久, 坐在我面前的几个访客的身体, 就全都变为透明, 有些像是玻璃鱼那样, 骨骼内脏血管神经无不可见, 可是那只是一闪而过, 顺即复原, 我必须在短短的一刹那掌握印象, 记住所见的任何特征, 我不能消耗太多的放射能, 我睁开眼睛, 刚才的观照印象仍然印在记忆之中, 趁着它未泯念, 我将所见一一讲出来, 来见过我的人都知道, 我向来不许来人先自述病情, 以免扰乱我的客观观察, 这时候, 我已经胸有成竹, 照着印象, 一一将所见讲出来, 我讲得对不对, 你们都暂悟表示意见, 等我全部讲完再说, 免得中途打断我的记忆, 大家都点头同意, 于是我就开始叙述, 我指出, 小男孩有先天性新办狭窄症, 另一个男孩有先天性十道狭窄症, 女孩则叫她的弟弟们健康, 我的叙述获得做母亲的林太太的承认, 同来的两位太太也都说, 讲得很好, 那么, 请您看看我们嫂子的健康怎么样, 林太太是一位很清秀美丽的女子, 但是脸色苍白, 也难怪, 我说, 林太太, 你刚从医院出来不久, 你经历过非常困难, 非常严重的心脏大手术, 我看见你躺在手术室内的情形, 我看见他们装设了一只好像是金属的东西, 到你心脏内, 现在它还在你心脏内闪闪着金属光芒, 大概是白金或者不锈钢的, 这是一个圆形的人造心瓣, 它还有一条很细的电线, 通到右胸间下, 那好像有一只小小的电池, 也是金属的, 你这手术是极其危险的, 手术后, 你的心脏停了半小时, 不过, 你一直念观音菩萨, 终于度过危险, 我一边说, 一边将这些仪器形状画在纸上, 全体访客都骇意地望着我, 不敢作声, 他们的表情, 好像是见到什么鬼怪一样, 我继续说, 这是观音菩萨救了你的命, 你知道的, 我问, 怎么样, 我说的对吗? 对, 林太太说, 完全对, 我的确是心停了, 我的确在不断念观音菩萨, 大家这才争着说, 对, 全对, 不过, 我们也不知道这么详细, 林太太点头, 含笑说, 冯居士, 你说得完全准确, 你怎么看见的呢? 你又怎知道, 我心脏手术的过程呢? 你又怎知道, 我念观音菩萨呢? 我微笑, 这是观音菩萨令我看见的, 这是不是心通? 一位女士问, 是不是你从我们心中知道的? 不是, 那么这是不是天眼通? 她又问, 这是佛家天眼, 慧眼与法眼的结合观察, 我回答, 并非一般, 世俗的天眼通, 然后她问, 有些灵媒可以眼见鬼神, 是否是天眼呢? 阴眼也可见鬼神, 我答, 有些人生来有阴眼, 只可见到鬼灵, 或见到较低级的神灵仙人, 但是, 能见鬼神, 未必就是天眼, 恐怕世人, 是将阴眼与天眼混为一谈了, 林太太那天, 请我为与她同来的一位亲人, 也透视身体, 我用笔画出了那位女士的子宫流所在位置, 并且指出她的圣洁时, 她半信半疑, 并未把我的诊断当作一回事, 我警告她, 在半年到一年之间, 就会恶化到, 需要动手术搁置, 我劝她信佛吃素, 她只是置之一笑, 后来, 在大约一年之后, 听说那位女士果然被送进医院, 前后做了两次手术, 割了子宫流与肾结石, 林太太本来就是一位佛教徒, 不过尚未做得到吃全素, 听我劝告以后, 从此她就改为吃全素常斋, 后来她也成为我家的常客之一, 她每次到我的城市来, 必来设下拜佛, 听我讲经, 她很深信我对她提供的素食疗方, 她实行得很彻底, 经过一年多的食疗, 她的健康已有很大的进步, 出见时, 她脸色惨白, 医生说她的生命很脆弱, 朝不保夕, 现在呢? 她脸色烟红, 身体好得多了, 她常打电话给我, 报告她的素食情况, 她的健康已经渐渐赶上常人了, 看了这个故事, 相信大家肯定会对天眼的神奇感到惊讶, 再来看另一个故事, 以下是一位开天眼的佛弟子自述, 我今年四十六岁, 出家为僧已二十多年, 我的家乡在云南某地, 但我是在寺庙出的家, 我们家乡佛法盛行, 几乎村村寨寨家家户户都信佛, 如果某人出家为僧, 这个人的整个家族都会感到荣耀, 据我母亲讲, 我刚满月的时候, 就受了戒, 成为了佛弟子, 我是一九九零年出家的, 当时我二十五岁, 我大儿子八岁, 剃度的那一天, 我们全村的人都来给我祝贺, 我老婆也很高兴, 我们那儿就这风俗, 有家事的人剃度出家, 他的妻儿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我出家的寺庙很小, 加上我也不到十个人, 我师父是个很老的和尚, 平时不怎么说话, 但是附近的村民却很尊敬他, 在师父的教导下, 我开始了修行生活, 我们的寺庙属于小圣佛教, 只供奉释迦牟尼佛为祖尊, 其他的佛呀菩萨呀什么的, 我们一概不予承认的, 修行的生活基本就是这样, 种地,吃饭,打坐诵经, 此外再也没有其他内容, 但是这些对我来说却很困难, 因为我不认识字, 看不懂佛经, 所以诵经这块我就做不好, 不过师父没有强求我去认字, 他说不认字反而是好事, 看不懂佛经也许不是坏事, 他只要求我严守戒律, 打坐参禅即可,诵经就免了, 当然,后来我又认字了, 但那是有另外的机缘所致, 我们小圣佛教是通过持戒设心, 由设心而入定, 由入定而开会, 也不知为什么, 我的师兄弟甚至包括师父在内, 入定都很困难, 一年下来, 难得真正入定几次, 但我却不同, 修行了三个月之后, 我就经常能在打坐中入定, 我知道, 很多在家的居士自己也打坐过, 但却未必体验过入定的感受, 其实入定就是这样, 你往那里盘腿一坐, 当杂念渐渐灭尽时, 你会进入一种一念全无的寂静, 在这种寂静中, 人体感官的功能全部丧失, 你感觉刚刚过去几分钟, 甚至是几秒钟, 但是出定时一看时间, 却是过去了几个小时, 师父说我之所以能这么快入定, 其实就是不认字带来的好处, 1991年夏天的时候, 我出家已经一年多了, 某晚, 在师父的带领下, 我们全寺的和尚在释迦法向前围成一圈打坐, 不知不觉我又入定了, 但这次入定不同以往, 当时我自己感觉应该是定了一个小时左右吧, 但出定时, 师兄们却告诉我, 我已在佛前整整入定七天, 而且这七天之中, 我的头顶上方一直有七彩光影流转, 日夜不息, 即使普通人用肉眼也能看得见, 但这光影来自何方, 却是谁也说不清楚, 出定之后又过了几天, 我偶然发现, 自己闭着眼睛竟然也能看到东西, 而且比用眼睛看更清晰, 我去请教师父是怎么回事, 他说我这是开了天眼神通, 是好事, 从此, 我更加努力地用心修行, 到了1992年年初, 有一天早上拜佛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世家法相大放光明, 同时感到有鼓火一样的热流, 从我头顶涌入体内, 渐渐在周身弥漫开来, 我整个人也进入了一种懵懂状态, 彭扶时间都停止了一般, 那感觉非常的美妙, 就像在睡梦中洗热水澡一样, 等到这整个过程结束时, 我突然感觉自己不一样了, 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同时我的天眼神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那一瞬间, 我看到了佛像上释迦牟尼佛的法身, 光这还没完, 我还记忆起了前生前世的许多事情, 原来, 在过去两世之中, 我都是出家修行的和尚, 但因生生世世积攒得罪业深重, 障碍重重, 都没修成正果, 不过, 每次元祭之前, 我都发了誓愿, 下一生还要接着修, 故此生又走入了佛门再续前缘, 因前两世的修行, 我的罪业已消, 又积累了功德, 所以, 这一次修行起来格外的容易, 是普通人无法比拟的, 依照我如此的根基, 三生的宏愿, 只要一直坚定, 今生修成正果, 是一定的, 但可悲的是, 我刚刚记忆起前生往事, 释迦法身马上就开始与我, 佛祖说, 他传的法已经不行了, 不能度人了, 不能再让人修成正果了, 而且, 佛祖即将撒守世间, 再也不管人间之事了, 闻此噩耗, 我无比悲痛, 当时就流下了眼泪, 我说佛祖撒守人间, 谁来看护度化我们这些信奉您的弟子呢? 释迦法身说, 有人走, 自然就有人来, 八万四千法门中, 自然有能度化你们去往涅槃彼岸的路, 说完, 释迦法身就消失不见了, 我把佛祖告诉我的情况, 转告了师父和其他人, 师父问我准备怎么办, 我考虑了很久, 对师父说我要去云游, 去寻法, 去寻找那通往涅槃彼岸之路, 上面说道, 我有天眼神通, 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个感兴趣, 这里呢, 不妨就说一说, 所谓的天眼, 其实就是人的松果体, 也就是道家说的尼丸宫, 每个人都有松果体, 只要经过修炼, 经过能量的加持, 都能开天眼, 这没有什么好神秘的, 用天眼看世界, 跟肉眼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不是你能够想象的, 咱们用肉眼看东西, 你只能看一个方向, 一个层面对吧, 用天眼看呢, 是全方位的, 立体的, 全息的, 就是说一眼看去, 四面八方, 左右上下, 从内到外, 全部信息一览无遗, 比如看一个人, 你用肉眼, 只能看到他的一个侧面, 而且只能看到表面上, 而用天眼看呢, 这个人的每一个细胞,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连他心里在想什么, 我都能看得明明白白, 开了天眼之后, 特别是记忆起我前世的事情之后, 我就又能够认字了, 但都是繁体字, 不过现在的简体字, 也难不倒我, 拿过一本字典来, 或者别的什么书, 连番都不用翻开, 我扫一眼全明白了, 现在所谓的高科技, 在我眼里, 都是儿戏, 一眼全部看穿, 佛家的天眼, 分为五个层次, 肉眼, 天眼, 慧眼, 法眼, 佛眼, 我刚开天眼的时候, 是肉眼层次, 等开始云游的时候, 就是法眼层次了, 到了法眼这一步, 我不光能够全息地去看人看物, 还能看到一个生命过往三世的经历, 能看到过往的三世因缘, 可惜的是, 我看不到一个生命的未来走向, 看不到它的终结, 那得正的漏进通才能做到, 其实天眼这个东西, 一点都不迷信, 完全可以用科学道理解释, 你比如, 人的肉眼, 只能看见可见光, 那些X射线, 伽玛射线什么的, 人就看不见了, 而比伽玛射线穿透力, 还强大的光线多了去了, 可以说是无限多, 而且是无处不在, 松果体就能看到, 感知到这些光线, 所以能够透视人体, 能够看到肉眼所不能见, 普通人的松果体, 是被封闭的, 通过修行呢, 可以慢慢地打开这种封闭, 使他能够看东西, 那我又是怎么知道别人心中所想, 又是怎么知道别人三世姻缘的呢, 这更简单了, 很多人都知道, 人的大脑, 有90%左右是被封闭的, 根本利用不起来, 笨人呢, 被封闭的多一点, 可能达到95%, 聪明人呢, 被封闭的少一点, 可能他的大脑, 只被封闭了85%, 还有的人, 脑子切除了半边, 智商什么的, 一点不受影响, 可以正常生活, 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多出来的那些大脑, 干什么用呢? 我告诉你, 那是储存记忆用的, 你生生世世的所有记忆, 都在里面储存着, 甚至整个宇宙的信息, 里面都有, 只是被封闭着, 你用不上而已, 这些信息, 用天眼看去, 都是完整清晰的画面, 而且有色彩, 就像小电影那样, 连声音都有, 你心里想什么, 也会在大脑里形成图像, 所以你想什么, 你以往的经历, 我都一目了然, 开了天眼, 除了能看到人所不能见, 我还能够看到一些神仙, 鬼怪等灵体, 并能与他们沟通上, 但是一般情况我不理他们的, 因为我是听过佛法的人, 不依理会这些层次较低的神灵, 你肯定好奇, 神仙鬼怪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方式呢, 那形式太多了, 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都有, 五花八门的, 但这些东西, 比起佛祖来差太远了, 连比都不能比, 所以我基本不理他们, 有的人也许知道, 动物是不准听佛法的, 也不允许它修炼的, 为什么呢? 因为动物不具备修炼佛法所需的必须因素, 也就是人体, 那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呢? 有两点, 一个是丹田, 另一个就是尼丸宫, 也就是松果体, 丹田中存储着宇宙中的先天之气, 这种气是超越阴阳二气的, 又叫元气, 非常的珍贵, 松果体呢, 它是大千世界的缩影, 你的灵魂就印封在这里, 里面有你投生人世之前, 佛给你留下的印记, 为什么人人都有佛性, 就是靠这点印记, 这也就是你善良的本性所在, 有了这两样东西, 人才能够修炼, 才能配听佛法, 人生之所以珍贵, 就珍贵在这儿, 说人是万物之灵, 就是因为人身上有佛留下的印记啊, 动物它没有松果体, 也没有丹田, 也就是它不具备善良的本性, 所以不让它听佛法, 不信你去解剖一下动物看看, 无论什么动物, 保证没有松果体, 这个东西只有人才有, 神佛大智大慧, 大慈大悲, 具备无上神通, 但是也有神佛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就是人心, 人心不动, 神佛也无能为力, 现代人不相信神佛, 也不想修佛法, 可动物不是啊, 动物它没松果体, 那么它的灵魂和大脑, 也就没有印封, 智慧完全是敞开的, 老子说,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善是福报的根本, 也是修行的基石, 在天眼通眼里, 善人身上总能看到一种祥光, 凶神远离, 恶煞退避, 天神敬仰, 天尊欢喜, 也许, 这就是修行的意义所在。 午时而至天命, 人生也会进入下半场, 走过半生, 懂得的事情越多, 看过的人越多, 才会变得更加成熟, 睿智, 也会活得更加达观通透, 年轻时总以为会人生得意, 心想事成, 到老了, 才知道不如意才是人生的常态。 一个人最可贵的是, 看透了生活的真相, 见识了人生的残酷, 还依然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希望, 日子无论怎样艰难, 人生还是要继续, 人生除了努力, 别无选择, 一个人越成熟, 对人生才会更有把握, 人到五十岁, 懂得了这四件事情, 往后余生, 才会越走越顺。 减少无用的社交, 把时间留给自己, 逝者如私夫, 不舍昼夜。 年轻时总以为人生很漫长, 一回头, 却已经走过了半生。 时间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 太过宝贵。 年轻时, 我们都喜欢广交朋友, 总以为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更喜欢大家在一起社交聚餐, 吃吃喝喝, 希望借此增加感情。 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也能得到朋友的帮助和照应。 年龄越大, 却发现真心的朋友越少, 真能靠得住的人, 几乎没有几个。 真应了那句话, 有酒有肉接朋友, 患难何曾见义人? 吃喝时慷慨激昂, 当你借钱时, 没有一个人肯吭声。 有一句话说, 你不必把太多的人, 请进自己的生命里, 他们走不进你的内心, 却把你的世界变得拥挤不堪。 人到五十岁, 要懂得减少无用的社交, 把时间留给自己, 学会清理自己的朋友圈, 减少对自己精神和时间的消耗。 对于那些喝酒吃肉的朋友, 可有可无的老同学, 对于那些不在乎你的人, 高攀不起的人, 心里从来没有你的人, 就不要逢场作戏了。 学会退出彼此的世界, 才是对自己的成全。 人过五十, 时间很贵, 和值得的人在一起, 才不浪费。 把时间留给自己, 才会成就自己。 别拿命换钱, 你的健康最重要。 人到五十岁, 要学会理性对待金钱, 人人都想赚钱, 最好能够一夜暴富。 但事实上, 不是我们想挣多少钱, 就能挣多少钱。 老话讲,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一个人到底要挣多少钱, 才算多。 人到五十岁, 别拿命去换钱。 你的健康最重要。 那些年轻时拿命换钱的人, 到后来已经开始拿钱买命了。 人到五十岁, 我们已经不再年轻, 有许多业已经熬不了, 有许多利已经出不了。 不要为了钱 过度透支自己的精气神, 一旦失去健康, 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回。 人到五十岁, 对于金钱要减少执念, 更不要和别人去攀比, 更不要为了钱去拼命。 一旦失去健康, 就是得不偿失, 本末倒置的事情。 人生什么最重要? 当然是健康。 如果失去了健康, 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义? 珍惜眼前人, 留住自己的幸福。 有人说人过中年, 夫妻之间的感情, 就只剩下亲情了。 其实, 这应该是最好的结局, 把另一半变成自己生命中最亲的人, 才会在任何时候都不离不弃。 人到五十岁, 更要珍惜眼前人, 才会留住自己晚年的幸福。 弄丢了眼前人, 到老了, 注定会凄凉寂寞。 虽然五六十岁的时候还有黄昏恋, 但半路夫妻未必就能对你真心实意。 老话讲, 夫妻还是原配好。 这世上没有完美的婚姻, 更没有完美的人。 夫妻之间吵吵闹闹才正常, 吵不散, 离不了, 才能够相濡以沫, 携手一生, 白头到老。 人到五十岁, 更别相信婚外的爱情了, 那些相见恨晚的感情, 真的已经晚了。 把持不住自己, 最后的结果往往是 人才两空, 妻离子散。 最后把自己做的什么都没有了。 人生的下半场, 要学会低头, 要懂得忍让和迁就, 不管眼前人多么强势, 都没有关系。 善待彼此, 到老了, 有人陪, 有人办, 就是粗茶淡饭, 也有内心的依靠。 提升自己的能力, 不断学习。 人到五十岁, 也许人老了, 但是心态不能老, 依然要不断学习, 才能提升自己的能力, 才不会被社会所淘汰。 活到老, 学到老, 读书学习, 任何时候都不会晚。 能够提升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认知, 提升自己的知识技能, 才有和年轻人竞争的优势和底气。 这世上有一种稳赚不赔的投资, 就是读书学习。 只有能力提高了, 技能提升了, 知识增加了, 丰富的才是自己的人生, 也会让自己的人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人的年龄越大, 思想会越守旧, 头脑会越僵化, 而懂得读书学习的人, 会开阔自己的视野, 能够接受新鲜的事物, 也会延缓自己的衰老, 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人到五十岁, 给自己的人生做减法, 减少无用的社交, 把时间留给自己, 不要拿命换钱, 把健康留住, 珍惜眼前人, 把幸福留住, 不断学习, 提升自己, 往后余生的路, 才会越走越顺。 因为一学地藏经, 你念地藏王菩萨, 你什么恐怖都没有了, 没有恐怖感, 没有害怕感, 再也不恐怖了。 什么道理? 地藏王菩萨, 就是教化鬼的, 怕鬼的人, 你一念地藏经, 鬼就怕你了, 鬼见你就给你磕头, 你肉眼看不到, 当你一念地藏王菩萨, 你一念地藏三经时, 你周边有多少护法神, 护持你。 地藏经为什么有那么多鬼王呢? 因为地藏菩萨, 有很多化身映在地狱, 要不说鬼王, 就没有意义了。 因此, 学法要学得如理, 还得入世, 我们不能离开现实的境界像和社会的背景。 有些人念地藏经, 看那么多鬼, 说, 我本来是不怕鬼的, 这一念睡都睡不好了, 晚上别念了。 其实, 地藏经就得晚上念, 因为你要度鬼。 有些人确实是人, 不做人事, 所以, 学法要得学会。 地藏经里头监牢地神, 大地都是监牢地神, 监牢地神别的法他不护, 文书, 普贤, 观音他不护, 他专护地藏菩萨, 所以他叫监牢地。 如果念过地藏经的第十一品, 监牢地神他说遍地都是我的子孙, 凡是有大地的地方, 就有我的子孙, 我的子孙都在护持地藏菩萨。 因此, 深信佛法, 就是我们视心视佛, 视心做佛。 不过我们没有开光, 都没假修炼, 开光开不成, 因为你没修, 怎么能开光? 你经过修炼了, 你这尊佛就该开光了, 等你成就了, 就能开光了。 我们现在要是帮助别人, 炫化别人也信, 你自己没有得到力量, 人家不信你, 不听你的话, 你说出的话, 人家不尽信, 也不恭敬你, 也不信你的话。 你本来是想弘扬佛法, 帮助别人, 人家不信你, 你有什么办法? 因缘也不成熟啊, 不用说我们一般人, 如果因缘不成熟, 大德也如是。 定光老法师在上海讲经, 听的人啊, 拥挤得不得了, 一两千人, 经还没讲完, 人都走了。 老法师认为, 弘法因缘不具足, 他就到灵岩山去闭关, 在闭关当中, 谁要问他问题, 他就用书信答复, 他用书信来弘法, 那些信件积了很多, 自此以后, 他也没再讲了, 如果他再讲经, 听法的人就多了。 讲法还得有法源, 要人家信仰, 首先得有点功德, 什么功德呢? 就是念三宝。 如果你能念念三宝了, 建立吹不倒的法洞, 那个时候, 你再救济他的困苦, 你有力量了, 人家求你什么, 你一帮助, 他得到的效果截然不同。 如果你没有力量, 你也诚心诚意地帮助他, 给他念经回向, 当然他得到的不大, 为什么? 因为你力量不够, 你必须得修。 你做了才教人家做, 听的人奔外信得进去, 如果你自己没做, 你老叫人家做, 那个人就会怀疑, 为什么你不做, 那一定是不灵, 那么既然不灵, 你还告诉我干什么? 这里头含着很多问题, 所以你闻到哪一法, 你一定要体会, 要做, 并不是你做了一定成功, 你要是做得不成功, 只要在路上走, 它也产生力量, 这样子你才能利益自己, 利益他人, 自他两利。 若是闻了法, 你不去做, 没作用, 那种作用只是闻的功德, 没有做的功德, 要是修了, 你说出来就不同, 因为你亲身体悟过, 如果你说这杯水是热的, 别人不相信, 不然你喝喝, 他一喝是热的, 人家就相信了, 为什么? 因为我喝过了, 人家一试验, 是灵。 如果你没做, 你也不知道, 连你自己也摸索, 这水究竟是热的, 是冷的, 你没喝过, 你也穿想大概是冷的, 大概, 一大概就不行了, 因此你信了三宝之后, 念佛, 念法, 念僧, 劝人家念佛, 念法, 念僧, 之后, 你自己也得到利益了, 人家也得到利益了, 一直能达到究竟成佛, 受你度者, 一定跟你作为好道友, 共同修行, 这就是你信了三宝, 受持三宝, 乃至修行, 所得到的效果。 从效果上, 再验证你的初心, 有了效果, 你想, 这条路我走对了, 我最初的发心, 一定是正确的, 之后, 你再检查, 我的心哪里还有不正确的, 是精进心不够吗? 我不够精进吗? 我正知正见不够吗? 我关心的方法不对吗? 这个时候, 你有了智慧, 你可以修正, 那样子, 你就更准确了。 关于吃饭, 王家卫讲过这么一段话, 一男一女, 你可以去喝个茶, 没事儿。 但要是有一天, 你说, 我愿意跟你去吃一顿饭, 那意义就不一样了。 愿意跟这个人吃一顿饭, 就是说, 不讨厌和他相处, 因为食物是有记忆的, 谁也不愿意吃一顿苦的饭。 饭菜是分酸甜苦辣的, 和不同的人一起吃饭, 体验也有酸甜苦辣之分。 吃相及品相。 一个人吃饭时, 有这三种动作的, 多半人品不好, 不值得深交。 一, 蹭吃蹭喝, 爱占便宜。 有这样一个人, 大家公认他不自觉, 出门吃个饭, 他总能找到借口, 让你帮忙付账, 哪怕是吃自主餐, 他也能找各种理由, 要人帮忙垫着, 事后从不主动还钱, 遇到不好意思问他要的人, 他也就心安理得地忘记了, 他占便宜的金额都不大, 不过一来二去次数多了, 大家便看清了他的人品, 之后不久, 他被辞退了, 走的那天没人送他, 也没人跟他说再见。 曾国藩家书中, 就曾提到人际交往中有九不交, 其中一条就是, 好占便宜者不交。 一个人占便宜, 或许在自己眼中无伤大雅, 但往往会失去别人的信任, 小事见格局, 细节见人品, 蹭吃蹭喝的人, 只看得到迎头小利, 不懂为他人考虑, 不顾及他人感受, 说到底是自私自利, 这种人只能相识, 不能深交。 二, 背盘狼藉, 凌乱不堪。 有次下馆子吃饭, 看到耐人寻味的一幕, 有位女性, 着装光鲜, 打扮得珠光宝气, 在饭店里尤为显眼, 只见她吃完饭后, 从包里拿出来一根烟, 不一会儿, 店里烟雾弥漫, 周围人对她投去不满的眼光, 她毫不在意。 抽完烟后, 她离开了饭店, 剩下一个背盘狼藉的座位。 她走后不久, 她的座位上又来了一位女性, 着装朴素, 斯文有气质, 与上一位迥然不同。 这位女性没有过多的举动, 只是静静地吃东西, 临走之前, 她将桌上的杯子、 盘子、 饭与垃圾都归拢, 等服务员来收拾完才离开。 一个人的吃相比面相更容易露出马脚。 一个人吃饭粗鲁, 饭桌凌乱不堪, 做事也往往潦草粗糙, 没有条理, 草草了事。 而吃相优雅大方, 举止得体的人, 做起事来往往稳妥体贴, 令人安心。 从一个人的饭桌就能看出她的教养。 三, 自顾自吃, 庞若无人。 吃饭的时候, 人最放松, 这时候呈现的往往是一个人比较真实的样子。 因此有句话讲, 饭局是食人变人的最佳场所。 某公司老板请客人吃饭, 由两位公司的新人陪同。 客人是南方人, 所以点的菜都比较甜淡。 两位新人喜欢吃辣, 就抱怨菜品太清淡。 老板心有不悦, 又多点了两道辣一点的菜。 结果菜一上桌, 两人就在盘里翻来捡去, 后来老板辞退了这两人。 台湾作家林清炫, 在《从食物看人的性格》一文中写道, 人总是选着自己的喜好。 这喜好往往与自己的性格和本质十分接近, 所以可以从一个人的食物看出他的人格。 一个人的吃相就是他的名片, 饭桌上的一举一动, 一吞一咽, 别人尽收眼底, 不经意间就暴露出他的教养。 老人家爱唠叨, 站有站相, 坐有坐相, 吃也要有吃相。 提升一个人的品格, 先从一双筷子的节制开始。 看清一个人, 不光要看他面对大是大非的态度, 也可是其在细节处的功夫。 有句话说得特别真实, 细节见人品。 人品是人生最大的资本, 无论一个人平时伪装得多好, 也会被生活中的各种细节, 在不经意间暴露自己的人品。 判断一个人的人品如何, 从这些小细节就可以得知。 一, 遇事敢于承担责任。 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平时表现得千千有礼, 一旦遇到什么事情, 整个人就慌乱了, 想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 而是忙着推卸责任。 正如毛母说的, 要使一个人显示他的本质, 叫他承担责任是最有效的方法。 遇事不推诿错误, 敢于承担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 也是一个人好人品的体现。 看过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曾经美国有一个11岁的小男孩, 在踢足球的时候, 不小心把球踢飞, 击碎了邻居家的玻璃。 邻居向他索赔12.5美元, 12.5美元并不是一个小金额, 在当时的美国可以买到125只下蛋的鸡。 虽然闯祸后的男孩很害怕, 但是他并没有选择逃避责任, 而是去找父亲求助解决方法。 父亲了解情况后对他说, 对过失负责, 但是男孩没有钱能赔给邻居。 父亲说, 钱我可以先借给你, 但一年后还我。 在那之后, 这个男孩为了还父亲钱, 开始了艰苦的打工生活, 仅仅用了半年, 他就还清了欠父亲的12.5美元。 这个男孩, 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里根。 一个人的人品怎么样, 就要看他遇事时的处理方式。 不管是在生活或工作中, 敢于承担责任解决问题, 远比一味的推卸责任重要。 有句话说得好, 言行即人品, 永远不要做那个遇事推卸责任的人, 犯了错就该勇于承担后果, 不逃避, 遇事敢于承担责任, 绝不逃避问题推卸责任的人, 一定是个人品极好的人。 二、相处时不言人私。 生活中, 有一些标榜自己口执心快的人, 总是喜欢不分时间场合口无遮拦, 殊不知, 这种毫无节制的口执心快, 其实正在消耗自己的人品。 有一种尊重叫不言人私。 一个人品好的人, 绝不会不分场合地讨论他人的隐私, 让人难堪。 文问因为和老公相处, 不和谐, 在闹离婚, 特别难过, 于是跑去找闺蜜哭诉。 文问除了对闺蜜诉说过, 这件事对其他人一律闭口不谈。 同时, 他们的共同朋友也发现了文问最近的失常。 晚上出去聚餐的时候, 大家趁文问上厕所的空档, 都抓着文问闺蜜询问情况。 闺蜜心知文问因为这件事情, 心情很低落, 毕竟这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事情, 他一定不希望此事被肆意宣扬。 隐私被拿出来当众来讨论, 对任何人来说, 都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所以, 面对大家的逼问, 他通通巨答。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被他人知晓的隐私, 人品好的人懂得如何尊重别人, 断然不会拿别人的隐私来说事。 对方愿意把自己的隐私告诉他, 那是因为非常相信他, 非常看重他的人品, 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要管好自己的嘴巴, 不要乱说话。 纪献林曾说过, 做人, 真话不全说, 假话全部说。 不说假话是对原则的坚守, 而真话不全说, 是对善良的守护, 人品的体现。 与人相处, 能主动维护对方的短处, 不言人私的人, 一定是个人品优秀的人。 三, 凡是懂得为他人着想。 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离不开换位思考, 毕竟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 看事情的感受也各不相同。 一个人如果是买家, 会觉得卖家太暴利, 不厚道, 而如果他是卖家, 会觉得买家挑三拣四很麻烦。 一个人是员工, 会觉得老板太独断, 过于强势, 而如果他是老板, 会觉得员工太懒散, 没责任心。 一个人是后辈, 会觉得总是被长辈念叨, 很烦。 如果他是长辈, 会觉得难被后辈理解。 拿破仑曾说过, 懂得换位思考, 能真正地站在他人位置上, 看待问题, 考虑问题, 并能切实帮助他人解决问题。 这个世界就是你的。 懂得以心换心, 换位思考, 凡事为别人着想的人, 人品一定不会差。 盲人打灯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 有一个盲人走夜路的时候, 手里总是提着一盏照明的灯, 他是盲人, 其实打不打灯都没区别。 附近的人很好奇, 问他打灯的原因。 盲人说, 我提着灯笼, 既为别人照亮了路, 同时别人也容易看到我, 不会撞到我, 这样既帮助了别人, 又保护了自己。 孔子说过, 己所不欲, 勿施与人, 不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强加给别人, 而是要推己及人, 多为别人着想。 做人做事, 让人感到舒服, 能设身处地地 为他人着想的人, 一定是个人品出众的人。 有人说过, 人品是最高的学位, 得与才的统一, 才是真正的智慧, 真正的人才。 一个人的人品, 都藏在这些生活中 相处的小细节里。 当一个人敢于承认错误, 不推卸责任的时候, 他便得到了别人的信任。 当一个人主动守护 他人的隐私, 不让人难堪的时候, 他便赢得了别人的尊重。 当一个人懂得换位思考, 设身处地地 为他人着想的时候, 他便收获了别人的认可。 细节最能见人品, 小事最能见真心。 有些人之所以 能辩交天下好友, 是因为他懂得 在言行举止之间 尊重身边的每个人。 即使这些人 没有高端的社会地位, 却能以一颗平等的心 去对待他们。 久而久之, 他收获的 自然就是他人真心的尊重。 当提及他的名讳, 周围的人都忍不住夸赞, 别人对他的品格, 自然就一目了然。 所以不要总是抱怨, 为何自己没有值得 交付真心的朋友, 也多反思反思自己的问题, 我有真心对待过朋友, 家人, 邻居吗? 在言谈举止之间, 我是否还有不够得体的地方? 如果真能从反思中 找到些许蛛丝马迹, 他就能够恍然大悟。 原来, 我自己的为人处事就有问题, 我做不到尊重他人, 别人自然就不愿意亲近我。 在细节之处, 一个人的心 最能体现的淋漓尽致, 人品贵重的人, 不管他的社会地位有多高, 他永远都会站在一个 谦卑者的角度, 平等地看待别人口中的 三六九等。 但如果他天生自视清高, 认为自己成就捉住 而看不起任何人, 那么他也必定被大家嫌弃。 细节之处显现的人品 最真实, 小事也最能彰显人心。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